大家好,红薯球的这样做,软糯香甜又辣丝 高端大气上档次,用来招待客人也超有闷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试试吧,一拳三连就要关注 切锅皮的红薯我们给它切去头额尾 然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给它放入蒸锅 紫薯也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也给它放入蒸锅 然后给它盖上锅盖,上汽给它蒸20分钟左右 再给它准备适量的奶酪 小料备集之后,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红薯蒸好之后,我们给它端出,压成红薯泥 压红薯泥的时候,给它压一半留一半 压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它加白糖和奶粉 也可以给它加炼乳 不要加太多,稍微加一点就可以 这样呢,改善它的口味 压到红薯泥,我们给它放进到容器中 今天我们做的是锡纸盒 如果有模具的话,放模具里面更好 然后给它压平 接下来我们把紫薯也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压成泥 紫薯里边我们可以给它放点白糖 紫薯泥压好之后,也给它放入容器中 紫薯泥抹平之后,我们给它撒上芝士碎 喜欢吃芝士的话,多放一点 不喜欢的话,可以少放一点 芝士碎,我们铺平之后,把它放入提前预热的烤箱中 放入之后,给它盖上锅盖 上温给它开190度 下温给它开200度,给它烤15分钟 我们就能美食出锅 好,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各位老铁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颜色真是太漂亮了 好,各位老铁看一下 这样我们的披萨就知道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红薯,香甜软糯又拉丝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单机了吧 剪装 剪装 剪装